外送員來到飲料店取餐 瞄到地上有鈔票立刻撿了起來 但他實驚不昧 沒有放回口袋而是交給店家 店員收到兩百塊錢也一頭霧水 因為根本不知道是誰釣的 結果調閱監視器案情超展開 後來發現呢 是他本人釣的 把時間往前推 外送員一開始站在店門口整理錢包 下一秒兩百元鈔票釣在狡辯 他完全沒有注意直接離開 原來釣錢的人根本就是自己 原來是烏龍一場事發就在苗裡頭份 店家說外送員當天回去 也不知道原來掉錢的是自己 直到他們把兩百塊錢還回去 才恍然大悟 我覺得這店家還不錯 還好店家心善把錢歸還 畢竟外送員不管刮風日曬雨林 都得外出就算是兩百塊錢 夜市辛苦錢 第九童志明 楊敬謝雲真 苗栗報導